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雪荣江 行政院昨天公布开放日本福岛五线式食品 并祭出三原则三配套措施 最快月底正式公告开放 国民党大反弹 炮轰突袭开放 罔顾民意 立院党团扬言抵制苏葵报告 还打算串联蓝营的执政县市要反制 马英九还喊话要再办一次公投 但是反莱猪等四大公投才刚被民意否决 国民党真要再战一次 或说再闹一次吗 曾经喊出遍体风火 结果烧了自己遍体鳞伤 反感度创新高 蓝营真的要重蹈覆辙吗 如同莱猪的进口 蓝营把莱猪说成毒株 那福岛食品说成何时 都是在污名化 蓝营现实大动作说要查验 结果又查到一件超标吗 如今蓝营要再玩一次 不怕反感度更高吗 那为什么不能够相信科学验证 尤其在美国欧盟去年 相继开放日本福岛食品之后 那为什么台湾不能开放呢 国民党全力阻挡的背后 是什么原因 要阻挡台湾加入日本主导的经贸组织吗 而且中国都想加入哦 习近平原本打算庆祝中日建交50周年 把开放福时当成克里 那到时台湾如果成为最后一个 唯一没有开放的国家 那这是一出要离间台日关系的剧本吗 蓝营千方百计要拖延台湾开放 再去跟中国邀功吗 而国民党一连串动作 对年底的县市场选举 有没有联动关系 陈时中首度表态不排斥选举 蒋万金的说会一肩扛起责任 那黄珊珊则传出要以五党级参选 这是要复制柯文哲模式吗 但黄珊珊终究是蓝营出身 会冲击到谁 蓝眉还在持续炮打陈时中 背后是恐惧陈时中投入选址吗 而柯文哲布局总统大选 传出跟郭台铭密会 双方谈了什么呢 最新局势发展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现在要来宾 首先是明天长立委 苏晓慧 大家好 再是资认媒体员周年晃 东江好 大家好 政治评论余梅梅 东江好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前新年部的副主任 张维源 东江好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邱明玉 大家好 财经专家许青皇 东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 陈时中松口说 不排斥选举之后 蒋万金的说 属于他的责任 会一肩扛起 另外白银的黄珊珊 是不是有胜利方程式呢 再看VCR 这登机要选举的时间到了 然后那时候又没有看到 是曙光 那怎么办 怎么办 那就是不选啊 再上网络节目谈选举 卫副部长陈时中 前两天说不排斥选举 前提是要看到疫情曙光 外界好奇 怎么样才算曙光 经济的活动能够持续 再把疫情能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那我认为就 有一点违光胜进来 我一定要把疫情控制住 否则我 对不对 我连 没有什么选举的资格 民众最关心的还是疫情的发展 现在不适合每天谈选举 那你在节目上头 好像也有说你愿意承担是不是 是不是也有在综艺节目上头 有比较明确的感觉 属于我的责任 我会一肩扛起 好我们看到在陈时中松口说 不排斥选举之后 蒋万金的说 属于他的责任 会一肩扛起 那首都市长选战 其实我们现在看 到底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那其实陈时中今天有接受媒体访问 他说 其实表达的还是以防疫优先 选举是顺其自然 他说 事情做好 才有选举资格 那对照 蓝颖蒋万金的说 他的这个一肩扛起 老师我听不太懂 他到底什么意思 那他甚至还说 现在疫情是否趋缓等等 是否逐步解封 现在不是适合每天谈选举 先讲名誉 这蒋万安的说法 到底是要表达些什么 同时陈时中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是不是显然是不排斥选举了 到时候如果真的是 时间水到渠成之后 自然就会浮出台面吗 坦白讲 我看到蒋万安的回答 还是觉得他有点落入了 这个国民党 这种传统老人政治的苛咎 就是你要选就要选 事实上国民党就已经定于一尊了 像维园他们这些要选的市议员 大家心知肚明 你蒋万安就是要选 你年前跟这些媒体 或是说跟这个议员的聚会 你也就摆明要选了 到现在还在扭扭捏捏 事实上这个态势也蛮明显的 我觉得蒋万安 他这个昨天应该是吃了一个定心碗 包括就是说 过年前的时候 韩国语已经宣布了 就说这局他不参选 他全力支持蒋万安 那这个对蒋万安来讲 他是吃了一半的定心碗 因为他还有一个对手 就是罗志强 可是你看为什么 我说昨天其实是蒋万安 一个起手式 因为呢 蒋万安陪着罗志强 去走那个徒步的 第一段 第一小段 因为罗志强说 他要全台徒步嘛 那这个蒋万安 去陪着罗志强 去走那样子的 一开始的 这个徒步的旅程 那就代表说 他跟罗志强 已经某种程度一个默契 罗志强就不选了 所以两个人合体嘛 那代表说国民党内 你连初选都没有了 昨天这个时间 你跟罗志强站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应该大方的宣布 罗志强也要支持你了 那你党内没对手了 你就大方宣布嘛 还在那边讲说 啊属于我的责任会一肩扛起 那坦白讲 他今天是跟马英九一起嘛 对啊 参加那个活动 对啊 但是又讲就是 扭捏不知所云 到底要讲什么 对 所以你这个扭捏 所以我为什么 我说他又回到了国民党 那种老人政治的苛就 你就是一定要像马英九一样 讲了八百遍不选 八人大叫抬你出来 去你家门口跪什么的 跪求你出来选 那现在还需要这样吗 国民党都已经 你还需要这样吗 他应该需要一种 很有价值的说 对 我就是要当这个领头一样 我要代表国民党 要展现破例 对 要对台北市政有这个 讲出他的破话的这个企图心 你的两个大石头 韩国瑜跟罗志强都搬走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对蒋万有点失望 那你就是你明明就知道你要选了 大石头也都带翻开了 你还在那边讲那个台面话 这个我会有点看不下去 所以难怪啦 难怪很多党内的人啊 都其实觉得蒋万安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没有战力 就是没有破例 但是有些人会认为 干脆罗志强你出来选 小强都比你还有战力 至少小强敢战 敢骂这样 那蒋万就扭扭捏捏 所以为什么就说 这个罗志强当时是蒋万很大的一个劲敌 那蒋万安 我还会回过头来 还讲到说包括连赵少康跟这个 好龙斌这些人 这些大佬们都会喊出蓝白河 因为蓝白河我们讲了一百万遍了 包括国民党内的人都反对这样子的说法 你是看衰了蒋万安 他一人之理你无法去打败对手 所以你才需要去联合 联合民众党蓝白河 然后你们才有办法才扳倒对手 所以这个是很唱衰的啦 国民党都说这个蓝白河不要再提了 再提的话你真只是长他人自信 灭自己威风啦 好那讲到蓝营 就是说我还是对蒋万安蛮失望 因为蒋万安他的检验都还没有开始 因为坦白讲这场选战 因为大家还不知道绿营对手是什么 对蒋万安来讲 为什么他现在民调高 因为大家知道他定于一尊嘛 那所以想到的就是唯一就是他 膝盖是反射就是蒋万安 那可是你真的去细算蒋万安的政绩 都还没有开始检验 这个要检验到11月 他到底做了什么 你在立法院 这个你也讲不出来他到底做了什么 对那除了他立法院的这个政绩 你讲不出来之外 你大概只有唯一可以说出来 就讲长得帅 长得帅然后又姓蒋 你就只能这样嘛 那长得帅 你能够一直撑到11月吗 那姓蒋这个话题 还会在一直检验他家的家族族谱吗 所以我觉得他 不能只有血统啊 对啦 那是会递检的效应 那个一定会递检 如果讲完还是这样 牛牛年年一定会递检 那最后要讲 讲绿营的部分 那当然就是说 昨天这几天陈时中的回应 是给大家觉得说 哦有点耳目一新哦 因为他终于总算松口了 就说不排斥这个选举 但是后来他又义有所指说 什么隧道啦 要看到曙光 不过我觉得这个 是很有趣的解读啦 因为有人在隧道的300公尺 看到曙光 有人在3公尺看到曙光 所以到底是多远看到曙光 这个不知道 那就像疫情嘛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像我身边有些人就觉得说 虽然说现在疫情 可能每天还有波动 可是因为可能大家 打了3剂的疫苗了 那现在大家勤洗手戴口罩 那我们的这个施打率这么高 所以觉得曙光已经到了 那觉得陈时中 你应该也可以差不多了 那也有人会觉得说 哦现在疫情还蛮严重的 我们边境什么都还没开放 这个不行不行 所以每个人对于 什么时候看到曙光 心中都有一把尺 感受不一样 对啦 但是我必须讲啊 就是说民进党坦白讲 你盘点了一轮之后 大家回过头来 还是觉得陈时中 是一张好的牌啦 因为毕竟以行政之力 那以说他在这个声量 跟他的这个民调支持度 陈时中摆在台北市 我也认为是一个好期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等民进党整个定位之后呢 蒋万安你真的检验 才会真的开始 因为现在看起来 陈时中其实是可能 是渐渐浮上台面嘛 还没有到完全的底定 那现在能够检验 其实就是蒋万安啦 但是蒋万安你说 他能检验他什么呢 他有什么政绩可言吗 也不过担任了两任立委 所以这当中 似乎能够检验 就是从他的知字片语当中 可以看出 他到底是不是适合担任 台北市长嘛 来 晃哥怎么样看 从这个蒋万安的回应当中 是不是有资格呢 刚刚小玉都说了 扭扭捏捏 还是说故作姿态 他又说什么 民众最关系的还是疫情 是否逐步解封 现在不适合每天谈选举 他唯一能够谈的 就是这个时候 记者问他 那还不谈 还给这个外界 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 那对照 蓝营是不是觉得蒋万不够强 所以包括很多的大佬 都觉得表达担忧 就说要什么蓝白盒等等 甚至呢 蓝媒还去说呢 说这个陈时中的 这个防疫等等的 什么台湾模式 似乎也要去抹去 陈时中任何的防疫的功劳 所以这当中是反映出 蓝营的深层的忧虑吗 蒋万在台湾踏入政坛 从2016年到现在 大概今年是第六年 大家对他的印象 就如同刚刚小玉讲的 他就人长得帅帅的 然后是蒋家后代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大家请注意 他不是政治新人 他已经当了六年的立法委员 那过去这六年来讲 外面在立法院 每逢关键议题的时候 他有没有表态 他有没有个人的意见 还是他都是跟随党团的意见 这个将来都被拿出来检验 对蒋万来讲 一般人对蒋万印象 就是这个人好像 你说他有什么很大的缺点 很争议的言论 争议的行为 好像也没有 但是你说他有什么 让你印象深刻的优点 好像也没有 就只记得 他可能是蒋家的后代 那至于是不是 前中国时报总编辑 黄青龙是一直在质疑 他说这个你要选台北市长 你就要来验DNA 这个到时候恐怕 大家又有的讨论 也就是说蒋万安 他严格来讲 简单来讲 他是一个没有特色的政治人物 除了他是蒋家后代 这一段之外 你如果撇掉他信蒋 其实他放在台湾政坛 这么多政治人物里面 蒋万安并没有特别突出 他并没有特别突出 你要说完全不突出 对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国民党里面 有人担心说 蒋万安不够强的原因 可是如果照国民党的初选制度走 蒋万安会不会赢 会他会赢得国民党初选 可是问题是 当他放到台北市的选举里面的时候 因为台北市的选举 一定是今年底 县市长选举的重中之重 但一定是媒体关心的焦点 那蒋万安到时候 不管你对上的是黄珊珊 或者说对上 假设对上的是陈时中 你跟他们两个比起来 陈时中虽然也没有选举过 陈时中虽然没有选举过 但是毕竟 陈时中担任防疫指挥官 做了这两年来表现 我认为是可圈可点 这个台湾防疫做得好不好 也不是少数人在那边 故意唱睡或抹黑 就可以抹杀掉的 至少台湾的确诊人数 跟死亡病例 以人口比例来讲 在全世界都是台 很前面的 那个是有成绩可以检验的 对那个是有科学数据 可以检验的 而且是有民众实际感受的 没错 对至少我们现在都还可以 很正常的在这边生活 不像韩国一天五万人确诊 韩国人口才是台湾的两倍而已 可他一天可以到五万人确诊 我们台湾一天不要讲五万人 我们五十人大家都哇哇叫了 韩国是一天是五万人 而且他们甚至预估说 这个月底可能每天会超过十二万人确诊 韩国是下个月要选总统 别忘了 不要以为韩国没选举 下个月要选总统 所以我觉得讲万安这个时候 其实他蛮可惜的 就是说他在某些长辈的眼里 他是个乖小孩 是个乖乖牌 问题是台北市民需要 需不需要一个乖乖牌的市长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讲万安你个人的特色是什么 目前看起来他没有任何个人特色 他真的没有任何个人特色 而且讲万安有一个目前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的 有可能是他的缺点就是 其实他没有经过选举非常严格的考验过 他选过两次立委没错 但是呢 这两次立委是放在全国73个选区 跟总统同时在举行 所以不太会有人注意到 台北市的单独一个选区的立法委员的选举 这个情况跟严宽恒有点类似 严家在中二选区纵横30年 为什么补选会输掉 是因为这是全国的焦点都在检验严家嘛 就发现严家是经不起检验嘛 那好 到时候你如果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你面对的检验一定会更为严格 可能是你以前选过立委的十倍甚至一百倍 那人在面临压力的时候很容易犯错 讲万安到时候会不会犯错 我不知道 但是他没有经历过这种高张力高压力的检验 所以这一点是讲万安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不到的缺点 但是有可能将来会变成他的致命伤也不一定 那至于陈时中 陈时中要不要参选 我觉得他相对是被动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事情是他很重要的可能就是疫情 如果疫情都控制了 像我们这几天这样子慢慢控制下来 那陈时中当然他就可以去参选 但是如果假设 像去年一样突然爆一波本土疫情 陈时中都想走他都走不了 对如果疫情严峻了 对所以他是相对比较被动的身份 我觉得他相对是比较被动的身份 那所以民进党这部分 台北市的部分可能会拖到最后才提名 他不会在前面就决定了 但是台北市这一次的选举呢 的确对国民党来讲 他们有危机感是对的 因为不要轻忽黄珊珊的实力 黄珊珊毕竟在台北市经营已经超过20年了 对他从1994年当选台北市议员 到今年已经是已经超过20 已经快30年已经快28年28年了 所以他在台北市有相当的实力 再加上现任党主席 又是现任台北市长 就是叫柯文哲 不管黄珊珊最后是用五党籍 或是用民众党提名的方式 柯文哲一定会选择支持黄珊珊 他没有不支持的理由 那在那种情况之下 那我们也现在知道 黄珊珊会拿到的票一定是蓝大于绿 那对蒋外恩来讲 他要面临一个黄珊珊跟他瓜分票源 再加上民进党在台北市其实也没那么弱 民进党在台北市只要提的人选对的话 我觉得40%以上起跳不是问题 因为现在整个时空环境对绿营是比较有利 对而且民进党过去在台北市长参选 除了极少数很糟很糟的情况 其他至少都40%以上 所以我觉得对蒋外恩来讲 国民党人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是的确这是蓝银的深层恐惧吗 再加上白银的黄珊珊 现在是不是有所谓的胜利方程式能来清皇 因为这个部分也传出 因为谢力工说黄珊珊要用五党籍参选 就是要争取飞蓝飞的选民 显然是不是要复制科文者模式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老实讲所谓的飞蓝飞的选民也许是占3 40% 在台北市来讲 但是毕竟黄珊珊还是细出蓝银 蓝银的这部分抢到为谁的票 当然就是蒋外恩 所以蒋外恩难道不紧张吗 当然会紧张 因为各位不要忘记 我们讲说黄珊珊毕竟出身蓝银 她本来出身是亲民党 所以对于她所经营的选民里面 本来就有一块意识形态是比较认同蓝银的 这是事实 所以不会因为谢力工说 她是五党籍 她要争取飞蓝飞绿的选民 她就支持者一定都是飞蓝飞绿的 当然不会嘛 她那么长期所经营的 都是偏蓝银的选民 意识形态上也是接近的 所以那个是她的底 所以她一定会抢到蓝银的选票 这是第一个要讲清楚的 第二个要讲清楚是什么呢 是你可以发现泛蓝阵营 现在对陈时中参选 真的有一种很奇特的焦虑感 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呢 各位知道 今天有一篇报纸的社论 他去谈什么呢 他去谈陈时中参选会有道德争议 那你就想说 陈时中参选为什么会有道德争议呢 结果我仔细去看了一下 这篇社论里面写的东西 他的论点在于说 他说因为陈时中 是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所以他的影响力 可能比行政院长都还要大 所以他的一举一动 媒体都非常的注意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的职务所发挥出来 这么大的影响力 那他当然会有很多人要支持他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去参选的话 那就会有道德上的争议嘛 诶 中奖 我请问你 如果这个逻辑是通的话 以前当过公职的人 现在跳下去要选举的 你担任过院长 担任过部长的 哪一个去选举 你都有道德争议啊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个我们说偏蓝的媒体 偏蓝的报纸 他这个社论写出来 反而反映出这种 对陈时中的恐惧啊 那另外我们从陈时中自己讲的话 他其实讲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陈时中最新的表态 三句话把他的态度讲完 哪三句话 第一句话他说 他这个选举 到底要不要选台北市长 这个时间点 他怎么说 第一句话他说 这就像坐火车 我不会在月台等 第二句话 我要事情都做完 再到火车站 第三句话 他到火车站的时候 他说火车如果已经开 那就祝福他 那意思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一定要等到疫情告一段落 他才会去考虑台北市长 要不要选的事情 那换言之 如果当他要考虑的时候 人选已经决定了 民进党已经决定人选了 那他就祝福他 他就不选了 所以他的态度表达得很清楚 顺其自然 疫情优先 防疫优先嘛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陈时中所表示出来的 我们可以说 你可以看到 泛兰正义对陈时中的一种恐惧也好 或是一种他的担忧也好 从这一篇泛兰的社论可以看得出来 但那都不是陈时中优先考量的 那另外我们也不得不讲 陈时中在这一波疫情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越守到后面 因为疫情毕竟是一个长期作战 各位 这个疫情从2020年1月开始 一路到现在已经2022年了 整整两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我们一度在去年5月的时候 疫情紧张 但是控制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 两年的时间 我们跟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相比 各位 我们在日经评论的防疫作为里面 仍旧回到了第一名的角度上面去 不管是对于我们疫情的控制 不管是对我们疫苗 现在施打的状况 所以你会发现 陈时中的这个防疫的作为 他还是受到国际肯定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选 他一定会有影响力 也会有非常大的扩散的能力 可是我们要讲一件事情 今天其实最后陈时中的部分 还是要看疫情手的状况 但陈时中是否就一定选台北市 也不一定 因为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也有人认为陈时中适合去选桃源市 为什么呢 有一种观点是认为说 陈时中如果选台北市的话 他有可能会被柯文哲 以他的医学抓着陈时中 两个一直做议题上的操作跟对打 到时候他所散发出来假设 如果一不小心有负面的因素 造成外溢效应 因为台北市毕竟是首都 他的议题有扩散能力 扩散到其他县市的话 不见得是件好事 所以他去选桃源市 搞不好也是一部活旗 也有这样的一种观点 因为毕竟他的知名度够高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你看 大家动脑筋到陈时中身上的时候 看到的是陈时中过去防疫的表现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陈时中是不是一定选台北市 陈时中是不是一定选桃源市 这都不一定 因为按照陈时中的说法 一切都以防疫为优先 所以疫情能不能守得住 从疫情能不能得到控制 才是陈时中判断的指标 对的确 如果从陈时中的谈话当中 其实就绿营的民众来讲 是值得期待的 这个疫情毕竟是全民都可以感同身受 在全球身受疫情 这个影响之下 能够维持正常生活 绝对是台湾人民感同身受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蒋万安拿来对比 它又有什么呢 那再来 这个蓝媒的社论 可以说是完全排除 陈时中的防疫功劳 是不是一种深层的恐惧 另一方面 是不是也对蒋万安信心不足呢 乔渥你的观察 因为昨天 叶元之议员有在我们节目当中 陈时中应该去选新北啊 我刚刚就是要说 青皇怎么没有说到 陈时中来我们新北 我们新北也很期待陈时中 所以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讲 你看从刚刚台北桃源 到现在我们新北 其实选战 大家都想要有一只 强而有力的母鸡嘛 所以各个基层 就要选议员的这些人 选民 其实都会期待一个 最优秀的候选人来到自己的选区 让我们可以投下这一票支持他 所以新北当然也不例外啊 但至于要在哪一个地方 有没有机会出场出现 我非常同意大家刚刚的说法 确实是台湾的防疫 第一优先考量 陈时中部长 有没有机会成为候选人 这个要看防疫的状况 当然民进党是很期待 这个期待不是因为出于一个党 要胜选而已 而是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真的看到了 作为一个首长的特质 就是要有愿景 要有决断力判断力 并且要能够确实的执行 这个在这两年的防疫过程当中 其实陈时中陈部长 你有看过世界有一个部长 每天两点坐在那里 给你很详细 开放资料完全 而且是所有的问题都回答 这么详细的跟你报告 你没有看过 全世界只有台湾有 而且每一个都照步骤来 这是让他值得大家信赖的地方 所以我们当然觉得 不管他要去哪里 总之我们认为他的特质 适合领导大家 这是民进党的新生 也是很多选民的新生 这是陈时中的部分 但是如果用这样子 对首长的条件肯定来讲 我们回过来看看 今天大家在讲的万安委员 这个因为万安委员 跟我在立法院刚好是同一个委员会 所以朝夕相处了两年 你怎么观察他 我觉得大家刚刚讲的都对 也不太对 为什么 因为大家刚刚是从有特色 没特色 这个特色这个角度来讲万安委员 那我觉得要怎么讲呢 万安委员真的就是一个好人 温良公俭让 然后确实是很正常 跟我们的很多想法是一样的 可是他放在国民党里面呢 这个正常人就变成特别的突出 所以我觉得这个万安委员的出色 万安委员的出场 其实是国民党的悲哀 因为一个跟我们这么一样的普通人 放在国民党里面 因为有陈玉珍委员的对比 因为有菲鸿泰委员的对比 你突然觉得 哇蒋万安真是清流啊 台北市非他不可 你说国民党这样不悲哀吗 那换个角度 可是他会不会被党内也这个带着跑 这就是我要说的 这就是我要说的 这第二个悲哀 不只是国民党的悲哀 第二个悲哀是国民党青年世代的悲哀 就也更可以在蒋万安委员身上可以体现 为什么 因为他明明有想法 可是他都不敢讲 他不敢讲啊 因为从这两年 大家在看这个时局乱的 所谓乱的题目 就讲公投好了 你看看四大公投 现在大家都投下不同意票证明国民党在乱了嘛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蒋万安蒋委员敢出来拨乱反正吗 他完全不敢啊 你如果有志于挑战台北市长 其实台北市民对核四的议题是反对的 你当时敢站出来讲吗 他不敢讲啊 所以他就选择四个公投 里面国民党人家主席都已经出来说 要投下四个都同意台湾更美丽 讲话三个他都不碰啊 这就是他的表现啊 完全近身吗 他完全近身啊 他只挑莱猪那一题去市场讲 结果还被呛嘛 还被人家呛啊 说你自己不是留学美国吗 你不是吃猪肉吗 美国猪你没有吃过吗 所以左之右出 这可以看出他有魄力吗 所以显然被党内带着走 显然就是完全被党内框住了 一个正常人到一个不正常的环境 跟着自己也不正常了 我觉得这就是国民党年轻世代 最可悲的地方 所以我必须说 如果蒋万安委员 今天在国民党内会变成 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 国民党真的是太可悲了 真的太可悲了 那问题是蒋万安 现在要选台北市长 他能够受制于国民党 还是会能够走出自己的路呢 从他过去这些访谈当中 那似乎也看出 他完全没有办法讲出真话嘛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一般的台北市民 能够期待他为台北市做出些什么 还是到时候呢 党内的大佬一讲话什么的 他又说委屈 如同朱立伦一样呢 来文远怎么看 蒋万安对台北市长选举 为什么蓝莹对他老是觉得信心不足 希望蓝白河呢 老实际上我觉得蓝莹对他信心蛮足够的 老实说他现在以目前 到目前为止民调 他的确都是领先的 那很多人说他领先幅度不够 那到底什么样才要够 不管是以目前来说 不管是任何组合 蒋万 陈时中 黄山山 以这样子最强的 这三个的组合来比起来 最经济民调还是40比29比19 然后19是黄山山啊 那当然很多人说 黄山山出来之后会不会带动 会不会成为关键的少数 因此而让蒋万弱选呢 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的确要思考的问题 目前陈时中民调虽然只有29 但是他是那个是还没有 确定是谁出来选的时候 如果今天民进党确定台北市场候选 是谁的时候 所有的资源下来之后 民进党候选会变得很恐怖 所以蒋万弱当然不可能 这样子很轻松的时候 因为要注意那个民调是浮动的 第一是浮动的 对 这是前一阵子 到选战政治开打之后 是会变化的 没错没错 但我必须说了 其实蒋万弱目前还是以国民党来说 是目前蓝一在台北市最强的人选 刚刚很多人都说到这个蒋万弱的这个 好像不够建议 好像不会跟着国民党大部队走 没有自己的意见 我过去也是他的助理 老师说蒋万弱他是一个 实在做事他不太讲话的 他不太会把他的意见 跟言官很一样 做实事不讲话 没有 他上次的选举标准叫实在 我举个例子 就是当时啊 这个国民党在推这个同婚法案的时候 就是在很多国民党立场反对同婚法案的时候 蒋万弱是带头出来的 跟李燕秀还有许人等等 他站出来去反对国民党立场 或是跟国民党立场不一致 就是他实在去做事的这一部分 所以他想做事情 基本上他蛮坚持贯彻到底 刚刚苏教会委员当然说 蒋万委员正常人 我觉得一个在政党里面 有很多不同种类型的人 所以不是说他是正常人 做国民党悲哀 这个以蒋万来讲 因为你担任过他的助理嘛 对他当然也是有最切身的一个观察 那只说现在就一个大选战来看 六都市场选举 首都市场绝对是一个指标性 那蒋万是不是能够带领蓝银 甚至成为一个领头羊 那绝对是一个指标意义嘛 蓝妹妹姐 如果看到这个黄珊珊 现在有人就讲说 那到时候是会弃谁保谁呢 黄珊珊现在也许民调不是那么的高 但问是选战开打之后 很难讲啊 那王世建有说 这个国民党求爷告奶奶 就是要蓝白盒嘛 现在就是担心什么 黄珊珊会抢到蒋万的票 我先讲 刚刚委员说 你们对蒋万信心十足 那信心十足的话 怎么会有蓝白盒这个事情 怎么还要被黄珊珊消遣说 居然第一名的叫第三名的放弃 真是没出息 如果有信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嘛 有信心就是敢为天下先啊 我讲那就是要出来选啊 我准备好了 如果选我当市长 我可以带给台北市民 什么什么什么 不是应该这个样子吗 没有 完全没有态度 你看到是 完全是从在选战的谋略 要吃人家豆腐 叫人家放弃 黄珊珊怎么可能放弃呢 黄珊珊当了六届的议员 他副市长当了多少年 现在是有识黄珊珊呢 柯文哲是把舞台充分的让给他 也让黄珊珊帮他收拾了不少的摊子 一个准备这么久的人 一个对市政这么有娴熟的人 他后面还有一个柯文哲在挺着他 你们笑想人家来退选可能吗 好笑 好龙斌讲这些话的时候 朱立伦知道吗 党内有整合吗 没有 这就是国民党的现况 好了 千呼万唤使出来 大家都知道就是蒋万事你 你为什么这么扭捏呢 到今天为止 你看看他讲到什么话 哎呀过年期间我们不要谈 我们关心疫情 好 你如果要这样 你也可以很高明啊 关心疫情 那很简单啊 蒋万一你准备好的吗 今天如果你准备好的话 台北市的防疫做得好吗 台北市我们大家多少人 当初打疫苗的痛苦在哪里 大家都还记忆有心吧 是不是还有万华的事情 大家的痛吧 咏村市场一大堆的问题 防疫乱七八糟 你有太多可以批评的地方 如果你今天你要当一个市长 你可以告诉大家 你要讲出一番道理哦 你要讲出一番道理出来嘛 防疫哪边做得不好 哪边应该怎么改进 我告诉你 你讲得出来的话 你还一棒子 你打到黄珊珊不是吗 黄珊珊不是也在帮柯文哲 来做防疫的工作吗 你为什么不敢讲 很简单 没准备 然后呢 把陈时中当作假想敌 吐槽陈时中 要抹去一些侧异的媒体 要抹去陈时中的功劳 问题是多么可笑 如果照这个逻辑可以通的话 所谓的声量高 大家知名度高 就没有道德正当性的话 那我要讲啊 最没有正当性的 就是当年的韩国瑜了 第一个 市长干了半年 落包去选总统 有正当性吗 你们没批评半句 第二 每天也都是 多少所有电视节目 都在讨论他 金句连连 请问有正当性吗 照牛逻辑没有正当性 所以这么心虚 这么害怕 就是因为陈时中 真的有够强 陈时中有够强 不是因为他每天 开记者会开来的啦 今天他如果做得 非常的烂 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就算每天开记者会 大家看到他跟温审一样 他也干不下去了 不是吗 今天台湾就是防疫一开始 我们今天能够安居乐业 到今天为止 台湾能过的是 很正常的生活 多少还有外国人来台湾说 他们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地方 最安全 而且最能够正常生活的地方 那是因为我们一开始 我们的警戒心就够了 从来没有让新冠肺炎 那武汉肺炎攻破我们的国门 没有大规模的扩散 才有可能一度守到今天 所以人民给予肯定 所以才会说陈时中台北也可以 新北也可以 桃园也可以 因为肯定他 那我必须要讲 今天的问题在于说 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民调是动态的 讲完的40% 我完全同意小玉所讲的 他表态最早啊 他还没受到检验啊 所以大家一想就想到他嘛 所以他民调高是正常的 但是选战一下去的结果 选战是很无情的检验哦 对 我不只是检验你的政绩哦 你过去请问一下 你有什么具体的作为 还有你有没有一些 其实大家只是还没有说出来的 一些问题所在呢 你经得起吗 他不像陈时中已经 说实在话 这些媒体万箭穿心 都已经把它检验到什么样的地步了 对而且美美姐 今天这个陈时中接受媒体访问时 他说不会早早去月台等火车 本来就是 他就说做好准备 才会去火车站啊 说真的 我就觉得陈时中这个态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他其实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 对不对 我不是跑到月台 那个月台就是选战的擂台 我去等我不会 对不对 我就是防疫优先 要做好事 水稻则渠成嘛 做好事情嘛 那确实也是如此嘛 因为对一个政务官来讲 他一定要把疫情防守的好 因为这是全国国民之所托嘛 如果你疫情防守不好 你跑去选市长 我相信台北市民不接受 台湾人民也不接受 所以他非常清楚 自己的本分所在 然后呢 不计不求 我也不强求 对不对 水稻则渠成 可以的 他就来 不行的话 他就祝福 这个态度是非常健康 也没有闪避问题 我觉得也是很负责任的 但是你看蓝营就非常好玩哦 蓝营现在策略什么 你知道吗 他们讲不出自己对市政 比如说讲外人 讲不出自己对市政 有什么愿景 有什么未来 然后蓝营就当 就吐槽州 我就攻击你 攻击你 陈时中 没有道德正当性 攻击你什么什么 就是说 我不必提出正面东西 我用攻击的方式 我把你拉下来 我自己就垫高 问题是台北市民吃这一套吗 那最后我要讲的是 其实我们就讲到说 蒋万安的性格 讲好一点叫做爱惜羽毛 讲实在一点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叫做谨小慎微不沾锅嘛 你看蓝营不管说 一些很重大的一些问题 他其实基本上 他知道不讨喜 他就是避得远远的 他也不跟团体一起行动 那我就是一身干净洁白就好 但是问题是 你就是无身的一个人啊 你就是只是要爱护你自己 但是我看不到你的魄力 台北市可以等吗 台北市过去被柯文哲降 领军八年的结果 我们是什么 大家如果去市面上看看 多少的店家都已经拉下来 房子还在 人口不断在减少 人口不断的在减少 对不对 本来是最有条件的 可是你看看 人家高雄在进步 台南在起飞 台北市停滞 甚至人口是负成长的 那这一切 如果说你只是要一个谨小慎微 瞻前顾后 我讲什么 我怕我得罪这个 我怕我得罪那个 我什么都没有表态 我就是看那一个 这样不足以带领台北市啊 你怎么带领台北市 你怎么做一个领头羊 你怎么可能期待一个首都 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出来呢 所以如果这个动态选举 下去的结果 尤其各位可以想象哦 民进党如果说定于一尊 一个人出来了 那我相信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然后有一定是 不只是有知名度 而且有相当的历练 会给人民一种信任感 黄珊珊有她的市政娴熟度 一个一张白纸一样 对市政你不知道她在想什么的 讲万安 那我请问一下 三个人同台辩论 你认为谁有说服力 你认为人民的信赖感会是哪一个 你认为人民期待的 在一个新世纪 新世代要带领台北 蜕变转型 跨步的首长 气质 风格 内涵 准备会是哪一个 答案不就很清楚了吗 所以难怪他们急着 要求约告难 蓝百合 但是我可以讲 投降输一半 没有这样子 为战而先摔 蓝营 真的不要先畅摔自己 的确来 换个怎么样看 台北市民需要未来一个市长 是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刚刚妹妹讲得好啊 如果到时候首都市长的这个辩论 一字排开 老实讲 陈时中跟黄山山 经验资历各方面都比讲话还强啊 那个时候台北市民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我昨天在内湖有台录影 回家的时候 就看见一件事情 我觉得还蛮感慨的 那个那条是内湖的瑞湖街 我要往国山走的时候 他必须穿过一个 在高速公路闸道下方的一个小寒洞 那个寒洞大概只有一台车刚好可以 很窄 对 可是行人他必须穿过那个寒洞 昨天傍晚的时候 塞车那就不用讲 反正内湖交通已经被柯文哲放弃了 我看到一位小姐 因为下班时间车子很多 那他人在走的时候车就不能走 车在走他人没办法走 因为那个真的人走不过 我想走过那条路应该都知道 那个地方 我看到那位小姐 他不断的在回头张望 看到车子有空挡的时候 他穿着高跟鞋 用跑的跑过那个寒洞 那个寒洞大概有20公尺长 当时我车开在后面我在看 我说这是一个首都 你柯文哲你当市长多少年了 内湖交通摆烂也就算了 难道你没办法帮当地的行人 解决那个问题吗 为什么人要跟车争到 而且还要用跑的 这是一个首都的市民应有的待遇吗 我就举这个例子就好 所以台北市民需要一个什么样市长 我认为柯文哲做这八年市长 整个台北市市政建设是停摆的 请问这八年来谁告诉我 除了中校桥拆掉之外 台北市有什么市政建设 是可以拿出来讲的 没有 真的没有 八年没有一条捷运通车 交通建设 有没有针对应该未来都市未来的发展 比如说以台北市来讲 现在内湖南港的人口 每天上半人口大量的增加 请问你台北市政府 有没有做相对应的规划 你不能就说没救了 到时候市长这个辩论的时候 那是谁要来攻击 是讲外面去攻击吗 还是黄珊珊去攻击陈时中 黄珊珊就比较难了 黄珊珊因为他是现在的副市长 所以在这在现有的市政建设的 因心因格跟缺失部分 黄珊珊一定属于防守方嘛 因为他是现任的副市长 那到时候就看讲外面跟 假设是陈时中的话 谁能提出解决的方法嘛 对 对不对 那你台北市其实 我觉得台北市民现在心里的期待是 希望有一个市长 至少看到这个市长的存在 而这个存在意义并不是说你每天 去骂别人 去骂别的政治人物 看到这个市长存在意义是 他有没有办法帮市民解决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台北市的房价高房价 你的社会住宅的进度在哪里 还有你提供的社会住宅的数量 跟速度够不够快 社会住宅 柯文哲任内唯一落成启用的 是好农兵时代规划的 他还有一些敲锣打鼓去收割 那是好农兵时代规划 失建 开始施工的 好我们就算讲市政是延续的好了 那请问你任内你都做八年了 有哪一个社会住宅 你也可以拿出来把人劈胖 所以包含 那到时候黄珊珊可能就很难讲了 对这些他都要提出解释 这些他要概括承受 黄珊珊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他虽然不是连任 但是因为他现任副市长 所以当他提出 他未来的市政建设愿景的时候 他对手很容易问他一句 那你觉得这个重要 为什么现在不做 那他难道能够说 我现在不是市长 那柯文哲不听我的啊 他总不能这样讲吧 所以黄珊珊是非连任者 但是他必须背上 现任者的包袱 我这样讲 他必须背着现任的包袱 这是他比较辛苦的地方 对的确 黄珊这个提出问题很好 到时候这些问题是谁要来解决 那为什么当初没有规划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柯文哲北市府 到底这八年做了些什么 那特别是现在 他到底在忙什么呢 有在这个为台北市民在规划 在担心什么吗 还是只想着2024选总统呢 来名誉传出这个 郭柯有密会 跟郭台铭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包括这个北市府副市长 黄珊珊要去选举了 怎么蔡炳宫可能要去台中选了 然后呢 这个柯文哲也想着自己的2024 整个台北市民放空了 台北市民情何以堪 我现在解释这个郭柯 那个密会的这个传闻的由来 是因为昨天呢 这个高宏安 他突然把炮口对向了谢立功 那谢立功其实也没讲什么 谢立功就是点兵点将 就说谁可以选什么 谁可以选什么 他讲的大概都大家知道的事情 比如说黄珊珊选台北市啦 然后这个高宏安去选这个新竹啦 然后但是他比较特别是讲了一个什么 苏维索可能会去占高雄这个啦 那姑且不论这样 那问题是说高宏安的态度 昨天突然炮轰这个谢立功 就说哎都完全没跟我讨论过啊 就摆明一副没有要选的样子 所以大家才会去好奇说 为什么高宏安整个态度 180度大转变 那后来就是有人这个传说啦 传说是因为柯文哲跟郭台铭年前有个密会 那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密会当中 导致了高宏安的一个态度的反复 所以这个传言是这样 那柯文哲去找郭台铭做什么 我必须就是讲一些选战的规则 但是我必须讲啊 就是我今天去问郭伴的人 郭伴是否认有这样的消息啦 但是他有讲一些其中的原委 他们认为说高宏安到底要不要选新竹 高宏安自己要决定 那郭台铭是完全没有要管这一局的意思啦 那他有解释说 郭台铭这个 他唯一一次打给高宏安 因为高宏安就是 就犯了一个这个塔律班的一个错嘛 还有在学历被质疑 那郭台铭因为把他当干女儿 就打电话给他 然后就安慰他说 政治的路呢很艰辛很难走 那如果说你如果没有想要走政治的话 那你去企业界服务也可以 那没想到这个话 可能就被外界解读说 那是不是要找他回红海 如果找他回红海会炸锅啦 所以说他们也否认这样的消息啊 那回过头来 然后你说克文哲到底在忙什么 克文哲现在当然头很大 是就是说民众党自己摆不平的问题嘛 那包括就是说黄珊珊 黄珊珊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啊 你堂堂一个台北市的这个市长人选 结果你竟然没有要入民众党 那就我了解是黄珊珊自己态度很硬啦 就是你百般怎么样说服他 他就是不要入民众党 因为他其实我觉得两个考量点啦 因为第一个他们看上一次提名 那个吴义正嘛 高雄市长就选到不是4%吗 吴义正也是亲民党 后来去挂去屁白袍嘛 那结果后来就是因为选了那个4%之后 民众党以后就被笑成4%党嘛 那是4%4% 所以可能那个黄珊珊自己的考量 是认为说挂民众党的党旗 那也也这个 不会比较好 没有比较好啊 对啊 那他也举了说那个市议会 台北市议会有七种颜色啊 他有七种党籍的 所以他认为说是一个包罗万丈 我认为这个台面上的理由啦 其实说穿了 他其实就是不愿意挂民众党 可是问题这个会让民众党很大的一个困扰 坦白讲 因为你下面都是民众党的小鸡嘛 那如果说你今天 你自己都不认同民众党 那为什么其他人要认同你呢 这个是大家说不通的 所以为什么昨天说 谢立功去找了苏伟梭 说他要选高雄 这个民众党内也马上就炸锅啊 苏伟梭是台联党的耶 你堂堂一个民众党 你好歹也是第三大党 偶尔你的民调还会超过国民党 就你的北高市长 你台北的 你去找了一个七民党的 你高雄的去找了一个台联党的这样像话吗 所以当然啊 民众党这个整个大炸锅啊 所以为什么最近谢立功会比较惨啊 那当然就有传言说 他要找蔡壁如 回来去取代这个谢立功嘛 所以我认为了 就是说昨天这个高宏安 我自己这样看啊 我们跑那个民众党 我会在外面看 我是觉得高宏安 就是说那个态度蛮奇怪的 因为我跟你讲 柯文哲曾经亲口讲过 他当时第一个就是讲 叫高宏安去选金竹 他说民众党在那边 高宏安插一个旗子就会贏了啦 因为他觉得说 这个竹科啊 有郭台铭啊 打郭台铭的旗帜嘛 那他爸爸 科爸哥妈也在 真的有这么管用哦 他当时是这样的氛围 他是当时是信心满满 是这样讲的啦 插一个旗子就会贏了啦 那所以 其实那个时候 所以高宏安要选金竹 已经讲很久了 那高宏安怎么昨天突然翻脸呢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 他是主要是对谢立功啊 是不是因人肺炎的关系 因为谢立功最近搭众人才嘛 那所以 谢立功讲的就没错啊 我是觉得说 可能高宏安 他不想选的原因 是他可能看了民调 因为他最近的民调 一直落在第三 不管蓝绿党长是谁 都他都落在第三 会不会最后 他担心陪了夫人又责兵 如果他一旦去选 不分去立委 你可能要先放弃 那如果你又选不上 那你不是立委没有了 市长没有了 不是两头头 来亲王就了解 因为郭柯惠 不管是不是事后 有人否认等等 柯文哲会去找郭台铭 显然是要2024嘛 那显然是要钱要人嘛 那高宏安部分 是不是显然他个人 没有意愿的这个问题 所以才会导致今天的纷争 对中央讲的非常的关键 中央讲到四个字 要钱要人 为什么要钱要人 你要做选举 你要打一场选战 你需不需要资源 你需要资源嘛 你也需要钱嘛 所以你看哦 高宏安这件事情呢 刚刚茗玉在讲的时候 确实哦 是柯文哲自己 在跟几个媒体人的参序的时候 直接点兵点将说 就是要高宏安去选 新竹市的市长 而且为什么要高宏安 选新竹市的市长呢 除了郭台铭的因素之外 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是郭台铭因素 很简单 四个字叫自带粮草 我请问你 自带粮草四个字 郭台铭什么没有啊 是高宏安自带粮草吗 当然不是嘛 他当然讲的是 因为是高宏安的关系 就像刚刚这个敏玉讲的 高宏安跟郭台铭之间 又有像这个甘女儿的关系 所以他的自带粮草 粮草从谁身上来 当然从郭台铭身上来的嘛 所以那时候 柯文哲讲的自带粮草 这个四个字 显然他就是认为说 我点了高宏安 去选新竹市长之后呢 郭台铭就会帮他出 这个选战的费用嘛 选战的经费嘛 但是这一件事情 这施定郭台铭 郭台铭听了会爽吗 他当然不会爽嘛 为什么 我们跟各位讲 去年十月的时候 去年十月十九号的时候 上报有一篇新闻出来说 说什么呢 说高宏安对于要选 新竹市市长这件事情 转趋低调 为什么转趋低调呢 因为柯文哲认为说 这个高宏安要选 自己要自备资源嘛 但是郭台铭认为说 你要选是你的事情啊 为什么要叫我出钱呢 所以郭台铭认为 这件事情呢 是民众党跟柯文哲 自己要去想办法解决的嘛 所以这个新闻 是去年十月的时候 就有媒体揭露出来 表示当时去年十月的时候 几个月前而已啦 郭台铭对这件事情 一定是认为说 那是你的事情 关我什么事 为什么要叫我帮你民众党 去负担选举的费用 所以很显然这个事情啊 你去看哦 十月的事情 到这两天反映出来什么 到这两天反映出来的是 民众党的秘书长 谢立功大点兵 仍然把高宏安点进去 新竹市市长要选的范围内嘛 那点进去了之后呢 高宏安的反应是怎样呢 高宏安的反应是跳出来 哇很生气耶 他说第一 请问问过谁了 有跟我讨论过吗 这件事情就很凶哦 第二个他说 他目前为止没有规划 年底要参选的打算 他只有在立法院要问真的准备 所以换言之 哎你要想说 谢立功才刚讲完 这个媒体访问的态度 跟隔一天高宏安态度 两个完全不一样 那完全不一样 后面你有猫腻嘛 所以才有媒体去猜说 去传出这个传闻说 郭柯在年前的这一场密会 郭柯密会里面 而且还讲说 他们两个呢 这个会谈的结果 有点不欢而散的那种感觉 不欢而散 看起来显然是你要资源 但我说这是你假的事 所以呢两个 这件事情没有达成共识 但这件事情 郭伴方面是否认啊 但是不管郭伴有否认 去年十月媒体的这篇消息 是真的嘛 那你看到高宏安的态度 面对这次新竹市场选举的时候 我们大家看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 高宏安的态度呢 相对低调 高宏安有没有跑行程 有 据我所知 有民众党要参选新竹市议员的人 在跑那个桑下桑市的时候 带高宏安去 但是在这过程 你不能说他一定是因为要选新竹市长 因为高宏安也是民众党的新竹市党部主委 所以换言之他是用主委的身份去 还是是他要选市长身份去 这个就很难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刚刚民运有讲到一件事 高宏安会不会担心说 哎哟 到时候我如果 因为现在民调看起来都是第三名嘛 就是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候选人民调都还是赢 这个高宏安嘛 所以会不会 没有像克文在讲的 没有这种事情啦 新竹市要参选各位 就算之前时代力量 他们能够拿到五万票六万票的水准 人家在新竹市也是耕耘了好几年 然后常常要出来走动 让大家看得到 不是说你现在突然一下子空降下去半年 你就马上就可以选得上去的 没有这回事 因为你没有基层 而高宏安实际在高新竹市的能见度跟知名度 也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高 所以才会有这个传闻出来说 高宏安会不会担心说 哇到时候赔了夫人又责兵啊 就出来选个新竹市长没选上 然后呢 这个不分区立委也辞掉了 那大家会想说 那为什么一定要辞掉不分区立委呢 那你想说他难道不能代之参选吗 对你知道争议在哪里吗 争议在于说 民众党在2019年的时候 骂过韩国瑜的代之参选 柯文哲自己呢 也认为代之参选不妥 所以各位 前一阵子学姐黄静怡 不就是因为代之参选 所以要求学姐黄静怡要辞掉职务吗 所以换言之 民众党之前有个立场认为 你如果要选 你就要辞掉这个职务 所以才会传出一个讲法说 高宏安会不会怕就这样子 赔了夫人又责兵啊 而且你知道民众党呢 基本上也是一个内斗内行的政党啊 什么意思呢 当这个代之参选事情传出来之后呢 当时民众党内有个不分区的立委 马上提出来说 因为他们在规划 不分区的立委去选这些县市长嘛 党母鸡嘛 所以有一位民众党不分区立委 就出来说 好 如果是我去选的话 我就辞掉不分区立委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叫蔡壁如 所以蔡壁如一讲完之后呢 马上被党内要求 封口不要再讲了 因为你一讲完之后呢 变成后面大家都要比照办理 所以后来是谁出来 告诉民众党内说 不行啦 我们还是要思考 待职参选的可能性啦 不要直接不分区立委 马上辞掉自己的不分区立委 这样子他们下去选的时候呢 心里会有压力嘛 讲这个话的人是谁 就是刚刚明玉在讲的 民众党的秘书长谢立功 这一阵子在民众党内 看起来很多人很讨厌他嘛 所以你就会发现 民众党内的状况 这个不分区到底要不要辞掉 到底能不能待职参选 在他们党内 可能也是有争议啦 可是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啦 高宏安在新竹和跑基层是有的 那柯文哲跟谢立功 有没有想要他选的 是有的 但是呢 资源由谁来出 看起来当然是希望 高宏安可以自退良草嘛 那郭台湾才不要当冤大头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态度是 郭董不想当冤大头嘛 郭董认为说 你民众党跟柯文哲的选举 你们自己去处理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各位他也是比较清楚了 两个条件嘛 柯文哲跟谢立功希望高宏安选 高宏安在跑基层 但是呢 郭董不希望帮他出这个资源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高宏安还要不要选 你如果是他 你要不要想清楚 当然要想清楚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高宏安面对谢立功 把他点名点出来之后呢 他就很生气 然后就跟你说 这件事情有没有讨论过 跟谁有没有规划 他说他目前为止 没有规划 好 再来关心 行政院宣布将开放 日本福岛食品进口 引发国民党强烈反弹 扬言要抵制苏文昌 到立法院做施政报告 那苏文昌喊话 国民党不要妨碍国家进步 出席迈向农业 禁临排放策略大会的开幕活动 行政院长苏文昌 和农委会主委 陈吉仲同框 不免再被问到 行政院宣布解禁 日本福岛食品进口 引发国民党不满 扬言抵制行政院长苏文昌 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 三年多前的公投已经否决过了 如果还要恢复进口的话 应该再办一次公投 国民党不要 还是以如过往 只会情绪性的这样子 为反对而反对 妨碍国家的进步 孙川喊话 国民党不要妨碍国家前进 民党立法院党团 总周柯建明也在脸书发文 直言凡事一路踩到底的反对对抗 为鹰派而鹰派续走深岸路线 只是右舰集体义和团 上升起机而已 好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呢 国民党方面呢 真的是大反弹 各方动作非常的多 那特别是呢 钱中的马英九 三年前就已经呼吁要 开放日本福岛食品 结果呢 卓势惊飞 他昨天竟然就说呢 如果要恢复进口呢 应该要再办一次公投啦 来 茗玉 国民党真的要再玩一次吗 要这个四大公投 要再重复再演一遍吗 那怎么可能嘛 我先讲了 今天我有来 我有问国民党内部的朋友 他们就说 其实他也很坦诚 国民党现在没报 因为之前还要总预算 总预算做要挟 那现在总预算过了 坦白讲 国民党他们最近自己内部 也在忙这个选举 像今天中常会是要讨论 这个县市长提名办法 然后自己的这个中常委 还在选 所以国民党自己内部 现在都在忙的焦头烂额 根本就没有时间 再去想这个 要来抗争的事情 所以他就也很无奈 他刚才跟我讲说 现在国民是没报 那没报你只能就打嘴炮嘛 所以打嘴炮你看台面上 这几个人 像马英九第一时间就跳出来 就说这个要再办一次公投 可是又要来了 你讲过的话呢 这个全部都会记录 我们先来讲 这是马英九什么时候讲的话 2016年5月17号 这个就是他卸任的前三天 所讲的话 他直接讲说 他说日本食品检查都没有问题 我任内的时候就计划要开放了 呼吁蔡英文 你在当时就是你上任之后赶快开放 不要刁难我们的日本朋友 5月17号讲的 那我在补充当时马英九讲什么 马英九讲说 台湾应该尽快的来开放 针对日本辅导五线式的食品 那因为呢 这个日本的这个辐射证明 跟申报都有确实的执行 他说日本的食品检查也都没有问题 不应该再禁止 以免日本觉得我们很不合理 你2016年5月17号 白子黑字讲的话 结果你到现在 马上就又又自己打脸自己 这真的非常奇怪 然后呢我不知道 马总统你是当不懂还是真不懂 他说如果要恢复进口 应该再办一次公投 你要不要看一下 如果以现在的法令的话 你要办公投 至少要到2023年12月底 公要以后 因为我们这个没有公投绑大选 所以你最快的话 要2023年12月底以后再提 所以你按照你的时程 还按照你之前讲的话 这个公 就是说现在这样的方法 其实都是不可行的 那我不知道说 为什么你再任的时候 你就认为要赶快开放 结果你先卸任了 你就说现在不行 不行不能开放 这非常奇怪 是为什么人家讲说 国民党会是那个 集体的议和团 你再讲一个也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曾经大声也是赵少康 赵少康第一个时间跳出来 就也被人家翻出来 你反对什么 2018年4月9号 还在那边大喇喇 写说他在大蛋 大吃什么 日本千叶天然鮪鱼 红肉握寿司 千叶 这个现在被你视为 视为是那个金公之鸟 碰都不能碰 吃都不能吃了 结果你自己在那边吃 还在那边讲说多好吃 还在那边分享说 吃起来口感怎么样 结果人家就问他 就说你不是 被打脸之后 对啊 你2018年就吃了 他说 因为当时我不是国民党的 这什么 大家会觉得三条线 你这什么话 你不是国民党 然后你 不是国民党你就可以吃 对 是国民党的人就要去反对 就要反对 所以就为什么说 他们是集体的议和团 就不知道国民党在想什么 对 所以我就要讲 就说国民党的朋友 我觉得不知道 他们在反对是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的政府 除了强调说 是跟国际标准接轨 我们比国际标准 还要更严格之外 那事实上 我们现在是按照产地 我们是按照产地 不是按照产地 我们是按照高风险食品 来进行管制 为什么 因为你要想看 我们按照这个 就是说 如果你到底 有没有超标来检验的话 我们现在是按照 这个高风险食品 来做管制 为什么要这样 你以这张图来看 其实你看 包括这个福岛五线 它还是粉红色的 其实最严重的是 是严守线 如果你要按照 摄134跟摄137 超过标准的区域的话 最严重的是严守线 可是你五线式 严守线并没有在五线式 所以按照我们 现在的检验标准的话 你是所有的这个产品 我们按照国际标准 来做检验 所以你包括这种超标的 比较严重的这个线式 这个反而还可以检验到 所以你去 你去针对这五分五线式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吧 你不如以现行的法规 我们是按照这个 高风险的产品 来进行检验 我觉得这个比较普遍 其实不管怎么样 当美国跟欧盟 都要开放进口 那台湾还担心什么呢 难道这些欧美国家的标准 会比台湾还低吗 那我们看到现在国民党 又要再闹一次吗 马英九说要再办一次公投 然后郝龙斌也说 要串联蓝营县市 围堵中央 反对进口 要用这个围堵 核灾区的食品 所以他说各县市 要大动作去检验 来换歌 感觉上又拿食安当成借口 同一个套路 完不腻吗 是不是没招了 感觉我们说历史重演 这历史没有多久 还要再演一次吗 国民党身为在野党 他当然可以反对 可是从昨天到今天 我听到国民党的人反对 从他们嘴巴讲出来的理由 不仅可笑 而且都是政治语言 像今天早上赖世宝 开个记者会 他讲说 福岛那个酒早就进口了 你们边境管制 根本骗人的 赖世宝你是喝少许水吗 福酒 第一个酒不是食品 还是可能赖世宝都把酒当食品吧 我不知道啦 然后呢 再来福岛的酒类 福岛五线式的酒类 在马英九时代 只要检验合格就可以进口 早就进口了 所以你第一个 你打错重 第二个 你们可不可以拿出科学证据来 不要用政治语言 昨天行政院的记者会 其实列举的非常的清楚 包括六份的风险评估报告 包括专业的江志刚教授 还有我们卫福部 2018年 为什么我们会禁止 菇类跟这个利油菜 以及其他的 那是因为我们2018年卫福部 曾经有派人到福岛时机去采样 结果发现菇类含过量辐射的几率 的确比较高 这些都 这不是用拨拨去拨出来 说这个香菇不行 那个都是有科学证据 好国民党你要反对 OK 请你也拿科学证据出来 你告诉我们 福岛五线式 这些哪些食品 它可能会有含过量的辐射 请你告诉我们吧 基本上 我觉得全大多数的观众朋友 大多数的台湾人 大概都可以理解一件事情 日本人可以吃的东西 有什么台湾人不可以吃 台湾人去日本吃的东西 有什么在日本可以吃 回来台湾不可以吃 你跟我说 你知道在疫情之前 台湾一年有五百万人次 到日本去观光 这些人 他在日本一天吃三餐 你觉得他在吃的时候 他特别问那个餐厅说 你这就是福岛利木群嘛 可能很多人问都问不出来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福岛五线式 哪五线式 不会有人问嘛 福岛这五个县设食品 在日本全国流通 所以台湾的观光客 有没有可能吃到 有 特别是 当我们到日本的第一站 叫成田机场 成田机场就在千叶线 很多爸爸妈妈喜欢带小朋友 去的东京迪士尼 也在千叶线 你在迪士尼里面都不吃不喝吗 你在迪士尼里面肚子饿了 吃东西 你会不会特别问 你这是不是千叶线的 我不要吃哦 本地产的我不要哦 奇怪我们在日本吃得很高兴 可是这些东西 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标准 进口到台湾 你跟我说那个有含 那个叫核食 这多数人是没办法听不进去 这讲不通的 而且不光是台湾游客吃到 日本民众自己是不会吃到 日本人自己吃了好多年 而且我跟你讲 我自己在2014年 就是福岛核灾发生后 三年我就到日本东北去了七天 我已经在那边吃了七天 我现在也没变成绿巨人好客 还不是很正常 那时候 那个是才2014年年底 才发生大概三年半 而且先台是当时的重灾区 所以现在国民党 又在玩那种污名化的 我觉得国民党是在搞民粹 他在搞民粹 但是很抱歉 食品安全是科学 科学是不能搞民粹的 要不然如果我们公投 一加一等于五 公投通过 难道以后我们教小朋友数学 一加一都等于五吗 不等于二吗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你要反对可以 请你拿出科学的证据 你今天拿出这些东西来 请问你说什么 三年前公投 我们知道公投法规定就是两年 他就是两年 现在已经过了两年的效力就对了 2018到现在已经四年了 然后今天国民党讲说 2016年民进党好多县市长都反对 没错 当时民进党很多县市长反对 可是请问 2016年跟现代时空背景 有没有一样 当时2016年的时候 欧盟还没有开放 英国还没有开放 美国还没有全部开放 美国是去年 对 现在全世界 在昨天之前 全世界只剩台湾跟中国不开放 到昨天之后 全世界只剩中国不开放 如果欧盟跟美国都开放 那代表什么 那代表安全 而且人家已经吃了这么多年了 那日本人吃更久 你觉得日本人不重视食安吗 我想这大多数台湾人 大概不会接受 日本人不重视食安 这件事情吧 好 那你现在告诉我 中国很重视食安 中国好棒棒 你要跟中国一样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你不要拿2016年的事情 2016年的确曾经反对过 可是当时的时空背景是 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没有开放 现在全世界 只剩下中国不开放 难道你要真的要跟中国站在一起吗 所以我觉得不要拿过去怎么样 你如果要讲这个 我讲不完 以前还叫我们反共抗议 杀出把毛 还不签署 不谈判 不妥协 那你现在国民党 怎么不再坚持了 都要与时俱进 因为时空环境的变化很大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食安的问题 它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过去的经验 很多告诉我们 现在大家觉得很安全 也许过几年之后 发现科学研究 好像这个不安全 或者说 现在觉得不安全 过几年之后 大家发现原来我们都误会它了 所以它是要与时俱进的 所以拜托国民党 你要监督可以 请你拿出具体的监督方法 对的确 那国民党现在显然 是不是又在同样 拿那个萊猪那套 要给民众洗脑呢 问题是 才经过四大公投 一般民众 难道会辨认不出来了吗 来乔委员 现在这个 这个行政院 在昨天所公布这样的一个 包括三议员则 三配套等等 是不是能够说服民众 那现在如果你说 你在这个选区 你这个一般的民众 他们到底感受怎么样 还是只有国民党跳起来呢 我们昨天在选区 其实最热门的一个话题 真的是赵绍康吃千叶鮪鱼 那握寿司 大家都在说 这样一个人 可以2018的时候吃 你记得吃得很高興 又说千叶来的 特别有野味 结果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 反而就不能 后来那个乡亲 我觉得那伯伯也是很聪明 他们想来想去 这伯伯也想说 他说他过去不是国民党 所以可以吃 现在是国民党 所以不可以吃 原来那个有辐射线的 是国民党犬啦 原来是拿了国民党 才有辐射 游离辐射 我觉得阿伯实在很天才 这可能真的是国民党人 真的要好好思考 他们在外界的形象 怎么会已经变成这样 那刚刚呢 其实不管大家 那宦哥或者其他大家 也讲 明典姐讲的很多 那我觉得 其实我们应该要先定义清楚 现在在讲的 其实辐导五线食品 是浮食 那现在我们依据更科学的方法 我们重新来检验 这辐导五线的产品 但是台湾不会进口核食 这是核食是指有被辐射污染的食品 台湾政府明确的表示 我们不会进口核食 而且这个标准呢 我们不但是依循Codex Codex有一个标准 但台湾是比Codex 比美国 比加拿大 都还要沿上非常非常多倍 因为人家像美国 他是你知道这个里面 如果还残留1200 他都可以吃 都可以进来 Codex说1000 你知道台湾说多少吗 我们只说50 50和1200和1000的比较 你看看台湾是严格了多多少 这就是台湾现在的标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我们现在不是说 都让你来 没关系政府就吃菜 不是 政府是用更科学的方法 严格来把关 台湾不会进口核食 只要有受到辐射污染 不可能进 对 因为是这样子 我们其实很清楚地图上是这样 这是福岛五线 那当时核电厂在这里 在福岛线这里 那所以11年前 2011的时候 这个地方发生了大爆炸 这个地方核电厂受到了波及 全世界都陷入了恐慌 全世界就画了一个圈圈 把这个地方的 所有的产品都封住了 那就像刚刚明玉姐说的 为什么这个圈圈不往上面一点 这个圈圈为什么不往左边一点 为什么不下面一点 干脆连东京都一起封掉算了 对不对 那你看刚刚晃哥也说 这个提示尼乐园就在这里 陈田机场就在这里 所以这十年来 台湾人进进出出 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少次 所以十年了 大家比较不害怕了 我们可以开始认真去想了以后 我们就发现 用一个地区圈圈圈住 是不太有科学道理的 我们应该是检查品项 所以这一次行政院 就是回归跟国际同步的状况 用品项来做标准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其实我们今天CG 其实也写得很清楚啊 我们这六份的科学报告里 检测出来以后 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你这个成年人 你每天三餐 通通都吃辅导食品 三餐 所有的五股根筋类 这个水鱼肉 通通都吃辅导食品 365天照三餐吃 你这样产生的这个辐射 大概会是多少 大概跟你去照一次X光片 差不多吧 还少于比你去坐一趟飞机 从台湾飞到美国 还要少很多耶 这就是科学报告 告诉我们 现在经过大家的控管之后 日本的状况是这样了 所以我们可以依循国际标准 好 那政府这么认真拿出来 那你国民党如果要反对 你好歹拿一些这个 有道理的数据 来跟我们做打对台对抗 好不好 你都拿一些什么说 这个有食安问题啦 你不这样做 苏贞昌下台 所有的这六年来 我听到的他状况就是 谁谁谁下台 谁谁下台 完全就是政治讯语言嘛 其实 他没有科学数据 可以说服民众 要是我是国民党的助理 我觉得其实 委员在这里 认真一点很好做啊 比如说我们说要检查这个案件 检查产品嘛 那我们说现在的检验室 量能有七万件 一年一天可以有七万件 这样的状况 那你一年七万件 那你可以来检查说 民进党你说这个数字 对不对啊 这个好不好啊 这些是标准够不够啊 可以打的题目这么多 这么好讲 我觉得国民党真的很偷懒 你知道吗 他就只什么都没有讲 就只有讲一个苏贞昌下台 这个实在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啦 蓝银是不是没报 来清晃 因为感觉上蓝银真的要重蹈覆册吗 这才蓝银公图才刚经过而已 才刚被否决 感觉上又要再重来一次吗 那我们拿出数据嘛 那显然呢 也跟之前我们讲蓝银一样 有些东西你不会天天吃 你不会餐餐吃嘛 更何况还有大地的这种 所谓的辐射背景值的因素 那现在呢 蓝银又说什么 各县市呢 什么要大动作去查验 结果呢 像蓝银有查出一件吗 那再来还说呢 怎么不要进校园 老实讲 校园的营养午餐 应该不会用到日本的进口食品吧 校园的营养午餐 如果价格不能够超过50块的话 我想他一定是吃不到这五个县 他所进来的食品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讲这个辅导这五个县 农产品都非常的发达 你要和牛有和牛 要鲍鱼有鲍鱼 要剩鱼片有剩鱼片 你要水蜜桃 水蜜桃要草莓有草莓 讲到你口水都快流下来 对不起 这些价格一餐50块 你是绝对放不到学校营养午餐去的 所以你绝对不需要担心说 营养午餐里面会出现这些食品 甚至我还看到有人会担心说 会不会有很低价的 混沌到这个加工食品里面去 我跟你讲 这也是没可能的事情 那个水蜜桃就算是在产地在卖的 一颗也要两三百块日币以上 你要把它低价混沌 递不到哪里去 所以也不会发生那种 那些食品通常都出现在那种 高价的那种超市里头 因为我个人去过福岛好几次 所以我对那边的状况还算了解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 第一个是对这些区域不需要那么的恐慌 除了刚刚巧惠委员所出示 是我们的政府 在我们自己的边境要做的检验之外 我跟你讲福岛人自己也很怕 日本人自己也很怕 日本在看待福岛的食品 能吃跟不能吃的时候 你要知道 他们也是用高规格去检视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福岛两方面都在做 第一个是福岛自己 你可以看到自己 他在福岛全线上设这样的监控仪器 设624个 这个是设在像校园一些特殊设施里面的 设了3036个 这个东西要干嘛 他要告诉你现在福岛的辐射量到底是多少 每小时有多少豪西服的辐射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福岛这个地方 他几乎每天你都可以查到他公布的状况 他的每个县市的平均的豪西服的数量 福岛各处比香港还要低 香港的豪西服的量比福岛各地还要高 所以日本自己都不断的在检验 对就福岛他们自己在做这个检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福岛人也很怕说 我们的东西裸到外面去被你验出来 超量了之后怎么办 所以福岛自己食品要出去之前 他们自己有检验单位 所以要把他的食品 包括像海鲜水产类的东西 在他们有个实验室里面要去做检测 检测完了这批货才能够出得去 所以福岛自己本身就已经做了两次的 所以有被污染了 环境跟产品的部分 对 所以你看我们政府为什么要求双震 一个是辐射的震 一个是产地的震 要求他双震 然后证明说你这个产品的状况 所以是福岛就日本这边做一次 然后我们的边境再做一次 做到这个情况之下 众教授我们讲过了 核食跟福岛食品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今天你叫他核食 是因为他的辐射量超标才叫核食 但是政府把关检验进来的 就是验不到辐射了 他就不会叫做核食 所以他就是标标准准的辅导食品 辅导五线的食品 所以他是没有问题的 那第二个我们要讲一件事 今天呢 我说真的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面 如果你还要在搞公投大吵大闹的话 你真的会把台湾在经贸上面 非常重要的生命线给断掉 为什么这这么严重 我们跟大家讲 因为台湾在这一次我们都知道 是为了要加入CPTPP 然后国民党的前副主席郝鸿斌 竟然出来讲说 你还没有换到加入CPTPP 你怎么可以就开放了呢 这话是讲颠倒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开放 你要知道我们是做到 国际贸易上的不歧视而已 你要不歧视 你才能够取得加入CPTPP的 基本的资格 也就是你取得考大学的资格 但不等同于你已经考进去大学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取得 那个考试的资格 所以才要做这个解禁的开放 那第二个我们要讲什么事情呢 各位你知道美国跟欧盟 是什么时候解禁的 美国解禁的时间 是去年9月22号的时候 欧盟解禁的时间 是去年10月10号的时候 换言之国际间 我们讲说对食安要求最高的 欧盟会比我们低吗 不会吧 美国会比我们低吗 不会吧 美国的FDA是去年9月22号说 我解禁了日本福导五线的食品 欧盟是10月10号 那这个时间呢 为什么我们说很有趣 因为9月26号的时候 就是中国宣布要申请加入CPTPP的时间 换言之我们对日本的开放 对福导五线开放的时机点 可以比中国来得晚吗 当然不行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跟欧盟宣布开放之后 对我们来讲就有个时间上的压力 结果各位看一下 在这上面呢 我们看昨天的 今天的日本媒体怎么报导的 日本的媒体你看上面报导什么呢 台湾加盟TPP前进 然后讲说中韩失格 因为韩国对有些产品还有设限 然后讲说中韩是失格的 再加入CPTPP这件事情 然后你看日本产经新闻的报导说 台湾这个食品这个禁制输入的解除 强化了台湾跟日本的关系 讲这个话的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自民党在参议院的干事长 他就告诉你这个事情 所以日本的媒体跟日本的政界 都认为台湾这个行为 对台湾要加入CPTPP非常有帮助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讲 当今天食安的把关要求做到的时候 你又何苦让这件事情去影响 台湾加入国际贸易的脚步呢 对的确来 委员 这个蓝营真的是要再搞一次 这种这个公投吗 这个因见不远嘛 历史也没有太久 那这个四大公投之后 国民党的反感度也创下新高啊 那难道你们真的不担心 如果再搞一次 这个反感度恐怕又会创纪录 首先马总统提出再次公投 这当然是他个人意见 大家予以尊重 但按照目前公投法来说 如果真的要推公投的话 等到2023年喔 那缓不济及啦 那我觉得当然觉得不是现在应该去做的方式 但是国民党身为在于党 当然他反对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反对理由嘛 不是单纯的说 说真的他下台就这样那么简单而已 其实我觉得在进口之前很多的标准的部分 还是有讨论的空间 包含其实这个常跟临床 临床读物中心这个严中海教授 他也有讲嘛 不同辐射物质的半摔期不同嘛 所以比如说这个点131 他的半摔期是8天 然后这个色134两年 那辅导到现在已经过了10年 这两个大没有问题 但还有色137 他半摔期是30年 以及490 他半摔期29年 那这样子的辐射物质 如果真的不小心吃到体内 这很不容易代谢 那这样子当然 现在的政府有告诉大家说 经过客观的报告 看起来是可以容许的空间 但问题是 每个人对于这个辐射的感知能力不太一样 但是老实说回到这个 很多是有时候心理的问题 有些民众会觉得说 我对辐射器很敏感 我占电视前我都觉得不太舒服 这样子民众的恐慌 是需要政府去安慰的 那包含所谓的这个容许标准里面 的确 台湾目前比Codex的容许值标准 还严格 严格蛮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